X字幕一直是在 大家好 我是熊哥 那Leon在 前面有一集提到說 熊哥 你三號球 blev打 connections 做四號球 那為什麼要下左塞 好 又好幾位有朋友回答 那我個人覺得自家回答得非常好 這個球因為我們打後的話不下賽 他這個球大約會在這裡 那因為我下非常旋轉非常柔的左賽 對他來講 我們可以解釋大家常聽的齒輪原理 那我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我打中他這個點 本來是應該進這裡對不對 往這裡跑 但是因為我左賽旋轉值很大 很輕 讓他一出發的時候 力量對我來講是左邊 所以他子球一出發角度就往代口去了 那所以如果我又更精準的話 從這裡進去的話母球會怎樣 會打得比較厚 就少跑很多可以做到這個地帶 如果不下賽會跑很遠 下右賽那更糟糕了會跑更遠 那你就要變成跑顆星了 這個就是所謂大家比較常聽到的 比較聽得懂的叫做齒輪原理 那我的解釋是力量來源 因為我左賽力量來源很左邊 所以出發的時候對我來講 他就往右邊去出發 紙球不會走弧形而是力量來源 好那這種球剛開始大家會覺得沒有把握 還有怕我打得很輕 紙球會不會靜帶 這跟拉桿推桿 強力下賽各方面一樣 然後練習熟人生巧 用球竿力量打球 放柔 你看我接近正空空心進去 這球跑這裡 跑這裡 那如果再厚一點進去的話 這球可能也跑這裡 那不管在這附近都是很簡單 打到這個都可以來打四號球 好那這種球各位 剛剛這三號球離帶口 大概二三十公分 這離帶口更遠 半公尺 那你也要養成習慣 常常看我打這種球 大家應該都有印象 這個算好打的 因為他距離來講他算不遠 剛剛是在這個可行點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可行點 球桿是球三倍多 甚至是接近三倍半的重量 你只要打得好 重力加速度 紙球是有力量可以進的 這球還球速算快的 我再想辦法打一個球速 再輕一點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種 你把它想成說 在練準度球 練高難度的下賽拉桿一樣 你把它養成習慣 你看這球速很輕 剛好近 那你像這種球敢打 你練習慣的時候 你就會 很多球就很有把握了 這個球距離算很遠對不對 那重球 相對來講 重球實在是非常簡單 但是 你沒有接觸的領域 或是沒有嘗試 你會覺得它困難 那你接觸久了 我常常形容 撞球跟開車一樣 我們撇開安全係數來講 你如果常常開車 騎摩車騎200公里時速的話 這種100多的 對你來講 就是小Case 你這種球練習慣的時候 有這種球你就不會害怕 然後熟人生巧之後 你的球 母球走位有到那裡的時候 你的 清台能力或做球能力增強的時候 良性循環 你的球技 你的等級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高 好 提供大家參考 也感謝利用提 這個寶貴意見 還有很多的好朋友 在這個問題上 給很多的答覆 都非常好 好 那這個是檢檢 希望我做了一個原理的分析 也做了幾顆球的示範 也讓大家參考 保重 平安 Hi, this is Lena If you like Simon's videos Please press the like button Share and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